台湾民主生病了 到底该怎么治病呢 校长 我想台湾生病了 这样的一个形容词 其实在最近的三四年来 已经成为一个 大家的一个口头禅 可是我还是要回顾一下 就是蔡英文女士 在三年半以前 她在就职演说当中 她讲了另外一个非常关键的 她说今天的演说是一个邀请 邀请全体国人同胞 一起来扛起这个国家的未来 各位观众朋友 你听到这一句话 一起扛起国家的未来 你会不会觉得毛骨悚然 你会不会觉得 鸡皮疙瘩掉满地 这样的一个 让我们大家一起扛起国家的未来 到底是扛起这个烂摊子吗 这个烂摊子 怎么会叫我们来扛起 这个烂摊子 怎么会叫我们去扛起未来 不是应该蔡英文跟民进党 来负总的责任吗 刚刚黄医师讲了四个病 我认为这个四个病 里面更重要的一个就是说 一个猪肉统政治 在民进党的主导之下 越来越严重 而且逢中必反 而且网路抹黑 用精英来治国 结果不食人间烟火 让台湾的庶民大众收入越来越少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到底应该谁来负责任